花蓮縣回蘭師社慶祝創設65周年 在美術館舉辦了國內名家和社員詩書化連展 共有100幅國內精彩的詩書化作品呈現給花蓮鄉親 透過鏡頭帶您來欣賞 花蓮縣回蘭師社多年來致力推廣傳統詩 並且透過各項比賽還有印製專輯來傳揚中華詩學文化 今年適逢回蘭師社創設65周年 特別邀請到全國知名的詩書名家 提供精彩作品與花蓮在地的社友們共同舉辦連展 讓花蓮鄉親可以欣賞到國家級的精彩詩書化藝術 我們的這個詩是歷史悠久 那今天我們展的是主要是詩書化的展覽 那這次的展覽主要我們邀了三個單位 有台北的淡魯書會 桃園的木蘭書會還有莫浦書會 那我邀了這個我們是65周年 我邀了一個100年的書會叫做淡魯書會 它是台灣第一個書法家曹秋普所創立的一個會 那今天呢她的當時的總幹事現在是她的榮譽理事長叫做曉連勝宴 她今天會歷臨會場還有她女兒現任理事長連瑞芬都會到 所以呢這次的活動特別的慎重就是邀了比較有歷史的 這個他們的書藝呢品質呢都非常高的來到花蓮呢讓我們的相親呢能夠分享他們優秀的作品 花蓮縣迴蘭師社65周年及國內名家和社員詩書化作品連展 除了有在地會員精選的70件創作之外 還邀請到國內知名書法家張木希大師 創會百年的淡魯書會、木蘭書會還有桃園書會等40件精湛的作品參展 總計100幅的詩書化作品讓花蓮的鄉親一寶眼福 創旅會歡迎市報道